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AB6的事件 如果你本身对韩国的一些娱乐新闻没有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按上一页离开 或者看我其他的影片 今天这条影片就不是想讲我对于林英文走嫁事件的一些看法 想讲一下整个事情以来的一些我不明白 又或者一些奇怪的地方 那我就不可能100%忠狠地分析这件事 所以我就尽量就不会提及我的立场 我就会想提出一些问题 或者是一些可以的地方 就让大家去思考一下 那这条影片我就一边看着电脑一边说 那如果我没看着镜头的话 我希望大家都见谅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或者是都有留意的 但是呢 就可能没有那么详细的了解 所以我今天就想拍这一条影片 和大家一起想想 在这件事上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看法 所以呢 我希望这一条影片 都尽量做到一个持平的立场 那一开始呢 就想和大家梳理一下整件事 先试试 我应该尽量去做多些的research 看看有没有留的了 那我觉得就应该没有留的 对了 那就希望 希望不会出错啦 那首先呢 就是5月31日 就是酒假当天 那林英文被吊烧了牌照的 而去到6月1日 那就其实事件都还没公开的 那林英文呢 也都有在这个fancafe上面呢 去留言的 那去到6月1日呢 林英文呢 也都有按着这个schedule 每个月呢 发布一篇的帖文 去那个fancafe 那去到6月4日呢 官方brand new music 就是他的所属经纪公司 那就公布了他这件事情呢 都同时宣布中断了林英文的演励活动 那去到6月4日的晚上呢 那林英文也都有在fancafe上面呢 贴出他的亲不道歉信的 而去到6月8日的晚上呢 那官方就正式宣布 林英文会退出组合AB6 那当天的晚上呢 那当天晚上呢 公司也都随即宣布 所有的专辑啊 会员礼也都会重新引制 那已经拍好的MV呢 也都会尽量剪走有关于他的部分的 那而退团的消息传出之后呢 那在官方简介上面呢 那林英文的头像和一些资料 亦都迅速被删除的 而去到6月9日的晚上呢 有小道消息呢 就表示呢 那当天呢 林英文其实是有叫到代价的 那至于为什么之后会变成走价呢 就无从得知 但是这个小道消息的真理呢 亦都没办法确认到 6月10号的凌晨 那AB6的最新专辑 也都是意外在苹果的平台上上了假的 那就是这样啦 那简单和大家梳理完诗嘴之后 那我亦都在网上看到一些粉丝的观点和评论 那大部分提出的一些观点都是推测来的 那我们就未知事情的真确性啦 那我就提出这些提文先的 那首先呢 在5月31号 酒隔事件发生了之后 那6月1号呢 林英文又在官方Fan Cafe上面留言 那有粉丝提出呢 这一个帖文呢 其实可能是一早已经写定的了 这次的帖文和这件事呢 就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那到6月4号所属的经纪公司Brand New Music呢 去宣布这个事件的时候呢 就会有些奇怪的地方 那奇怪的地方是什么呢 那粉丝提出来的疑问呢 就是距离事发的当日 就是5月31号 其实已经隔了几天的时间了 那为什么Brand New Music 会选在这个时候公布这件事呢 那Brand New Music呢 也在期间呢 也是一直发一些预告照啊 又或者一些试图出来的 那令到AB New很不明白 为什么一家公司会有这样的考量 会有这样的决定 那然后呢 到了6月4号的晚上 那成员林英文呢 就出了个道歉的手写信 那也有粉丝认为 林英文的字迹比以前不同 那就会怀疑究竟这封信 是不是拒亲不舍的啦 然后去到6月8号 林英文退出AB6当日 公司就指出会员礼啊 又或者专册等等的东西呢 都会重印的 但是呢 这一部分也是令到很多的粉丝 不明白的 就是因为 Brand New Music早前向政府 去申请了个 几亿行员的补助 Brand New Music早前是因为肺炎 而取消了多场AB6的演唱会 那也是损失很多啦 因此也都向政府申请了一些补助金 令到粉丝非常不明白 为什么一间 这么没钱的公司 现在会决定重印这些转辑 或者会员来 之后我也有提过官方 之后很快地删除了林英文相关的资料啦 也都令到粉丝非常不解就是说 为什么今次Brand New Music行动会这么快呢 因为之前Brand New Music是一间非常慢的公司 所以很多粉丝也都不明白 今次为什么Brand New Music反应可以这么快 最后就关于网上的小岛消息 虽然到6月9日晚上关于小岛消息 到目前为止 我们依然无法知道 它是一个真的消息 还是假的消息 所以不可以根据这个消息 作出任何的一些结论 同时公司也一直没有回应这个贴文 同时公司也没有好好解释清楚这件事情 所以也令到一部分的粉丝感到非常不快 除了根据以上时间线的一些推测之外 网上也有其他的推测 包括了那个手写的道歉信 有粉丝就认为 这一封的道歉信 写得非常笼统 就好像一个很荒谬的道歉信 一点都不像是一个人 在心里面真诚地写出来的 给人的感觉就是像超凡文的感觉 这也是很多人的疑点之一 第二 回归前夕的KPOP IDOL 其实真的不会忘得瘋 在很多众艺节目 又或者一些真人show 其实大家都可以知道 在回归前 可能一两个月 那些KPOP IDOL 其实都要日而计的 日而计的 练习的 为什么这个时候 林英文会有时间 出去和朋友吃饭聚会呢 而第三 就是没有CCTV的流出 早前也提及过 韩国如果是一些走价的事件出来 往往媒体也会报导一些相关的资讯 也会提供一些CCTV或者是留言的资料 去做他们的报导 所以这个部分也感觉有很多问题 是没有理清到的 最后是一个比较奇怪的推论 有些人觉得这件事 其实是一组编排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 之前AB6成员solo的歌曲上面 有首歌叫做Break Up 那首歌的MV 也视乎会隐喻这件事情 首先粉丝提出了 MV开头有个模糊的街景 就是代表着喝了酒之后 看东西的视线迷迷糊糊 而电话停是象征着它是call代价 而第三就是歌词 亦都被人感觉和这件事件有关联 我自己对于这个观点不太认同 大家觉得MV这个推论有点丝细极恐 我听完之后 真的会有点无管动的感觉 我会偏向相信这个是刚好得那么巧 推论就到了这个部分 最后就说一下粉丝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些反应 除了在fancafe上面 分开了两派的人之外 亦都会有一些粉丝的请愿行动 发信去到brand new music的email 请求他们解释清楚整件事的始末 当中有没有涉及一些特别的事情 是没有提及过的 AB6的迷你专辑回归 亦都信延到6月29日 为了应援AB6的成员 亦都不停留言细版 追上了韩国那边的twitter第三位 目前整件事的走向就到了这里 我不知道这件事完了没有 我都希望官方方面 其实有一个更清晰的解释 可以给到各位的粉丝 我自己都身为一个AB6 所以听到这个 这个礼拜听到这个消息 我相信大家都会不开心的 我希望官方真的可以 可以早日给大家一个解释 那就是 对了 这段影片就差不多了 看完这段影片之前 都想请大家 如果要留言的话 记得尊重大家 不要人声攻击 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留言 那就是 对了 这次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我希望下个星期就出到妆片 或者是韩剧推介的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继续看 今天想说的东西就这么多了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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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